据火球网1月6日报道 目前哈萨克斯坦全境已进入紧急状态 全国通讯中断 目前阿拉姆图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俄罗斯媒体消息称 上千名示威者来到位于阿拉姆图的总统宅邸 并纵火 使其陷入火海 此外市场办公室所在的政府大楼从上到下燃烧 检察官办公室也被点燃 市场媒体上的视频显示 总统宅邸散发浓烟 示威者当街烧车 只见道路上好几辆军车被焚烧 车头燃起烈火 黑烟冲天 天空都被染黑了 无疑 这些军车已经当场报废 目前尚不清楚车内军人的安危 据现场视频显示 一些安全人员在被示威者围困后倒戈 先后跳下装甲车走向示威人群 随后示威者爆发接纳他们的欢呼 示威人群唱着歌 用长绳拉倒各地前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的雕像 哈萨克斯坦当局是要镇压这场示威 安全部队做好全套防护 当街追捕示威者 值得一提的是 哈萨克斯坦递达物国 人口不到2000万 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 本国粮食产量 畜牧业牛羊肉产量都很充足 这场暴论可谓是非常突然 当地时间5日 针对有说法指称 美国政府是哈萨克斯坦 暴力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 白宫予否认 并将矛头指向俄罗斯 好 好 做 React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